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轻盈漂浮在江畔的段屋香 今年59岁的肖九龄 是江西省渝都县段屋香 沿岗村卫生所的医生 三岁时 她突然停止了长高 父母想尽办法 无奈家境贫寒 农村又缺一少药 最终她的身高永远定格在了九十厘米 双脚还落下了残疾 走路摇摇摆摆 被人嘲笑像个鸭子 看到人家就是成小病 闹成大病 大病到此无法根治 后来就离死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脆衣 少幼 如果我能成为医生 至少像我这样的小孩 他们长大后 就不会经历我现在的痛苦了 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肖九龄 立下了学医的志向 她考取了卫校 毕业后回村开了个诊所 但却遭到了质疑 开了三天四天都没有一个病 他们还会嘲笑 就是他自己的病毒治不好 咱们会帮人家抗病 够了有半年多 做到这个诊所里面 还要帮忙来给我生活费 那个时候个老人家 接线未尝业引起来的 腹痛 他说医生你尽量给我治好了 即当我叫你过来 我就先信你 他就好像鼓励我 打了几针就治好了嘛 就这样子就越来越 都病人找我 人家一条命打在你手上 我就白天抗病 晚上抗书 偶然的有病人找我 我就把它当成 自家人亲人一样 遇到 那么 别人口中的小矮人 是如何取到漂亮贤惠的黄书珍 他们的小家庭 又为何会被评为 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呢 我一开始一看他也会怕他 他看他这么矮的 我就看他会怕 有一天晚上嘛 好大的油 大家笑一声笑一声 后来呢 真的从不够解答 很受不了的这种感觉 就那个油小时 还是他帮我提到去 因为我走路是 白白洞上 那个油也会把我的衣服也灵犀了嘛 结果灵犀了呢 他看到我很心疼的样子 说是怀疑就打痛了他 他说两个人谈恋爱了 他就不会怕了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 就是人家一眼看就比较上眼 或者比较激进 比较喜欢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我会想 但是不敢向女人表白这种感情的事 愿不愿意嫁给我啊 因为她是一个正常 并且是有很幸会的女人 嫁给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 我可以提一箱子 可以可以提一辈子 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我的心也扑动的 感到打动了我 正在打动 当时我也又感到很激动 又感到很难过 眼泪也出来了 当善良遇上善良 便是最美的邂逅 遇见萧九龄前 黄淑珍以为好男人 首先是个健全人 遇见萧九龄后 看到她用不完美的身躯 拯救了一条条生命 让一个个家庭完整 这个小矮人 这个小矮人渐渐成为了她心中的好男人 她当一生我就喜欢这个走医药 我就是我说我自己我没文化 我就可以帮得更多 她就更轻生一点 三十多年过去了 萧九龄成了村里两千多位村民的依靠 由于中医药在治胃病上效果显著 她时常会去山里采药 黄淑珍蹲下来 拍了拍身高不足一米的萧九龄 示意她趴到自己背上 然后一手称地 一手紧紧攥着丈夫的胳膊 确保她安全后 再缓慢起身 对不起了 比较重了 好辛苦 还是你别也比较辛苦 我慢慢地走一下 那对你这么 因为我是一个小矮人 也看得到我的身体的缺陷 我一般在走到一百米以上就走不动了 脚就会关脚会痛 萧九龄对妻子不停地表达着歉意 黄淑珍笑而不语 继续背着她 伸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上走 夫妻俩合二为一的身影 将静谧的山林 衬托得更静谧 这里面是好多 小心点 走山上比较高 快要大了 走上一点就可以了 你行一向善 却无法远行 那我就背你走村窜户 去帮助更多的病人 你守护村民健康 我守护你的守护 我没有文化 但我愿为你变得更好 我要让你的好 被更多人知道 三十多年 黄淑珍哪怕每天只背一回 次数也早已破万 人家是这样说 这么好的女人 家族这个女人 反正我都爱上她了 无理事 有空有难 都是两个人承担 不求她这么善良的黄淑珍 真的是坚持不了 我都心里面都感到很幸运 很满足我的妻子 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妻子 从来不谈钱 从来不谈钱 不谈钱 第一次我问她多少钱 问了好几次 她都没应我 我最后又问一次 我说多少钱不给钱 是不行的吗 对不对 她说无所谓的 钱不钱 只好你的病就可以 她说这样说的 是 我觉得很难找 真的很难找 因为我这个月 基本上都是平家月 从不被相亲信任 到外地病人登门求医 从简陋的乡村诊所 到标准化村卫生室 从以治病为中心 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小九龄见证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外面就看了就高兴 因为她家里呢 就我一个人在家里 晚上就会生命 会想很多事 你要想那么多 把心打开一点 兄弟 我们是兄弟 她这个人能干啊 聪明啊 今年十三岁的小江 患有血友病 对自己的病情 一直很敏感 考虑到孩子要上学 同时照顾她的情绪 小九龄只能利用午休空隙 到校外给她注射治疗 今天打这个瘦是致血的瘦 这个瘦是我们这里没有 一定要是大医院就买 买回来还要领藏 给她打 我都不收她的手术费 每个礼拜要打两次 固定在星期三打一次 星期天打一次 给你孙女打了多久呢 打了好多年了 如果你晚了一天 或者是少了一次 她会怎么样 会痛 真的 她的关节少都会痛 走路走不动 一走去痛 一走去痛 小医师很好 帮忙 请来来 真的是跟亲人一样 隔三差五跑医院拿药 每周三从村里 赶到乡里打针 小九龄说 每次看到孩子 打完针后轻松的背影 也就直了 只是辛苦妻子 风雨无阻 一直陪她跑 有一次她一个孙子 叫了一句小医生 她都带着眼睛来叫我 小医生快点来救我爷爷 我爷爷去到地下 叫不动了 她马上来又哭着叫我去 叫我去 我一听到当时我也是调眼欲了 我就跟我老婆讲 我们肯定我们要救命一来 我又忘记了那个厨房 没有关掉那个店 我老婆第一时间背着我去 当时那天是这么的下大爷 摔了那天泥巴上脚 脚就摔爛了 出血了 就一直往家里跑跑了 后来我老婆就边给她 不能开水给她吃 我就边给她打针 这样子后来她一下子就好了 到回来那个沟都烧掉了 把一个厨房都烧没了 后来大爷就慢我 慢我我又不敢说 我自己老是都在那个房间里哭 我说不干嘛 她是真正的付出了 并且她被我去受伤了 是 我们本身要带小孩 我要去外面做事 我家里的时候要做 她初心嫁给我的时候 我认为她也是这个初心 一直到现在 真正做到了当时的初心 每次出诊前 黄淑珍都会认真擦拭医药箱 轻轻抚平白大褂上的褶皱 对丈夫的爱藏在每个细节里 肖九龄也知道 什么才能让妻子真正开心幸福 你看看她把村民的病治好了 你也很开心 是会开心 幸福啊 给了病人看好肯定开心 把病人也很开心 多力度我都喜欢 其实你也有个学医的梦想是不是 想啊 我心里就是想啊 有梦想也是想啊 想读到书来想当医生 很好啊 我愿意给你提一辈子的药箱 黄淑珍一步一行 书写着对丈夫的真情与守护 靠在妻子温暖的背上 肖九龄决心用更好的自己 来表白对她的爱 中国共产党 路党 自己 机器分子 靠还登记表 就是意思是 我拉入了路党 机器分子 高兴不高兴 高兴 高兴 好 解放早上 那个时候是真的还没有 对我现在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帅 现在是 我们老了现在是有幸福了 是 后来就 自然就心情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嘛 今天看起来 今天脑子比较坏了 那这种变得四肯比较好 那你叫说妈 小家有大爱 同心为大家 乡村医生 是中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基础医疗保障的奠基石 希望的田野上 一身白大褂 一个医药箱 两个人 彼此支撑 相互温暖 一起守护幸福 而那封夫妻俩写了三十余仔的背上情书 也依然未完待续 他有多少时间 比较多少时间